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一位是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金允昌先生 欢迎二位 蓝亭旭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创作出来的 它的内容又是什么 蓝亭旭的创作时间很具体 东晋永和九年三月初三 这一天是古人的一个祭祀日 这个祭祀叫休息 就是到水边上去拔除不祥 去进行一些文化娱乐活动 有点像咱们后来的游园会似的 虽然说是祭祀 但是是很欢乐的 那么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活动 就是所谓的取水流商 那么大家坐在这个小溪边上 把这个七制的很轻的酒杯叫雨伤 蒸上酒以后放在水里让它浮动 那么曲曲弯弯的小溪 这个雨伤留在哪儿停住了 旁边的人端起来喝酒不湿 那么做不出来诗 罚酒 这个叫取水流商 那么永和九年三月三这一天 当时的会计内使 就是我们的书胜王羲之 率领他的文人朋友和子侄 一共有四十一人 来到了会计山音的蓝亭 来进行这个活动 那么当时很热闹 一共也做了三十七首诗 也有不少人被罚酒 这个很欢乐的一个场面 那么最后大家说这个诗做出来了 我们应该出一个诗集 诗集应该有一篇序言 说说我们今天的情景 所以就公推王羲之写这篇序言 王羲之当天情绪很好 这个挥笔立旧 据说是用的叫鼠须笔 老鼠的胡子做的笔 传说 还有用的是残茧纸 也是一种特别的好纸 当时借着酒劲 一挥而就 草旧了这篇蓝亭旭 文章好 字更好 那么他的文章 就是应该说可以一言以蔽之 叫做先乐后忧 开始的部分描述今天的盛会 所谓群贤必至 少长贤疾 大家是很欢乐的情绪 但是转念一想 人人都有百岁 过了今天以后 我们的命运就不可知 所谓其彭伤为妄作 谁也不会像彭祖那样活到八百岁去 我们以后的命运 还是很渺茫的 又有一种莫名的悲伤在里面 所以从这篇续文里 就可以看到 东晋在偏安逸语的情况下 他的官员 他的文人的一种心理状态 那么如果我们在对照读一读 当时的一些著作 比如是说心语 那么就对这一点 就可以更了解的清楚 国家偏安逸语无所作为 所以大家也有一种低沉的 消极的情绪在里面 这是兰庭旭他的思想内容 鲁迅先生有著名的文章 叫未尽风度与药及酒的关系 如果参考看一下 那就更能明确的知道 他们的这种思想状态 兰庭旭是怎么流传的 为什么后来就到了唐太宗的手里 有个传说 说王羲之拿着这个稿子回家了 看写的不错 有点乱 稍微我想再腾写一下 结果写了几十遍先后 觉得都没有原始的这一遍好 所以就作罢了 就把原始的这一遍作为传家之袍 一代一代传给了王室的子孙 那么这个东西传到了隋朝 王羲之的七世孙 对 七世孙 是个和尚 智永法师熟的 智永法师是一个大书法家 他写过《真草千字文》 为普及王羲之的书法做出很大贡献 但是和尚没有后裔 所以他传给他的弟子 辩才法师 这个就是兰庭旭 在传说中的流传情况 那么 唐太宗非常喜欢王羲之书法 听说了这件明记 就千方百计的搜求 那么辩才法师说没有 这个就没辙了 所以呢 就出了一个歪招 有人献祭 消逸啊 说我能给您办这件事 于是呢 这个化妆成 这个落魄书生 穷困潦倒 住在庙里 一步一步的跟辩才套词 终于把这个蓝亭旭 给套出来 献给了皇上 这是关于蓝亭旭 最为通俗的一个传说 出自唐朝和言之的 一篇小说 叫蓝亭记 我想呢 这个传说呢 可能有点问题 因为呢 他把这个皇帝 给描写成了一个 类似于骗子 是吧 公开的派大臣去行骗 这个戏剧性 似乎太强了一点 那么宋人呢 还有一个另外的记载 就是说呢 实际上蓝亭旭 在梁代 已经流入社会了 被人买到以后呢 献给了 当时还没有当皇帝的杨广 杨广这个人嘛 吃喝玩乐的 他也没在意 没觉得这是什么好东西 有一个懂书法的和尚 叫智果 这不是智勇 是智果 智果看见以后 很喜欢 就把他借走了 也没有还 后来呢 智果传给了他的徒弟 那么唐太宗知道以后呢 派大书法家欧阳巡 到智果的徒弟呢 千方百计的 把他搞到手 总之呢 这两个传说呢 不管是哪个可信 都有一个共同之点 就是这篇东西 是王羲之的 可以说是最高的 这个书法代表作法 是传家的玩意儿 最后落到了和尚手里 由唐太宗 千方百计的派人搞到 这个书法确实是 让唐太宗 动心 这是好啊 对呀 那么一篇短短的 那么一篇一张纸 怎么能让一位帝王 下这样大的功夫 这是值得研究的 对 这个兰丁序啊 被书记都是叫天下敌帖 那是真让大家向往的 所以甭关这个版本来说 这这个 说明这个唐太宗 确确实实在这方面呢 太想得到他了 对 因为唐太宗呢 他已经搜到好几百件 这个王羲之的 他有 他的 对 他这个 王羲之的行书 真行书 他有七十卷 草书 他有八十卷 这一卷里头 还有好多件 但是呢 最好的 他都不满意 你非得得到这个 而后快 唐太宗李世民 用古人发明的双钩填破法 复制蓝亭絮 双钩填破法 就是用一张透明的保纸 铺在原作上描出轮廓 再将它描在要复制的纸上 然后按原样用墨填写 这样复制出的作品 几乎与原济一样 还能比较完好的 保持原作的神韵 李世民传下圣旨 命令当朝著名书法家 临摹了数本蓝亭絮 分别赏赐给皇太子 朱王和晋晨 你在历史上啊 有多少这个书法家 临摹这个蓝亭絮 临摹过他 那历史上啊 就不计其数了 因为蓝亭絮没有传世 所以呢 这个蓝亭絮 现在流传下来的 比较可靠 能够比较忠实的反映 他原貌的这个临摹本 有三件 也就是现在珍藏在 我们故宫博物院的 所谓于世南摩蓝亭 楚岁良摩蓝亭 还有冯成醋 这三个摩本呢 这个从艺术风格 艺术水平上来说呢 是各有千秋的 那么为什么要摩本传世 真迹到哪去了 这里还有传说 是吧 对对对 当时这个 唐太宗啊 把这个真迹拿到手之后啊 很多王公大臣都想要看这个 所以他没办法了 没办法了 所以才找当时的书法家来临摩 等这个到他临终之前 他留了一个遗嘱 要将这个蓝亭旭带走 对 没了 这个传说说得很细 唐太宗挺客气 唐太宗 最后临终的时候说 儿子 我求你一件事 我跟你求一件东西 什么东西呢 蓝亭旭 你给我吧 让我带走 行没问题 可是这儿子究竟 让他带走没带走 也不知道 因为呢 在五代的时候 有一个著名的盗墓贼 这个就是官员身份的大盗 叫温涛 他把唐代的帝王陵 几乎全都盗绝了 包括昭陵 那么五代史里有记载 说把他 他把昭陵里边的那些 这个书画文献 也都盗绝一空 但是这个东西 有没有包括蓝亭旭呢 所以就出现了另一种版本 就是说可能啊 高宗根本就没听他爸爸的话 自个儿把这个东西 抿起来 带进乾陵去了 因为乾陵 是唯一没有被温涛发掘的 唐代帝陵 温涛 绝了三次 结果每一次都是刚一动土 打风雷雨 交加而至 但是在绝了 说哎呀 这个有灵影 这武则天在里头太可怕了 就不绝了 所以呢 也有人说啊 可能在乾陵里边 不在昭陵里边 总之呢 这个蓝亭旭呢 在这个太宗高宗去世以后 就已经没有踪迹了啊 这个绝迹于世上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要领略他的风采 必须借助于刚才说的 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那三件 唐人临摩本 实际上 于世南和楚岁梁的本子 是临本 冯成素是摩本 因为冯成素的植物呢 是一个宫廷里专职的踏书人 他就是专门用这种工艺的手段 来复制 COPY来停去的 那么他就是说 所谓叫双勾阔填 把每个字先勾成轮廓线 然后按照墨的深浅笼带 填上墨 这个非常传神和逼真 于世南的本 林本呢 他是有点像于世南自己 那个书法的风格 非常规矩和圆润 法度十足 而楚岁梁的那个本子呢 是比较的潇洒 阿罗多斯 在字式上建成 所以米符啊 这个很推重这个楚魔本 说楚魔本的字式好 所以看来呢 这三个本子呢 是各有所长 所以呢 我们现在 所以在影印兰庭序的时候呢 一般把它都印在一起 大家可以这个 取其所长啊 取其所短 这样呢 更能得到兰庭序的本来面目 在唐朝 学习王羲之书法 未然成风 上至皇帝 下到百姓 都在临摹 王羲之的作品 欧阳荀 于世南 楚随良 和薛继 是唐初四大书法家 他们都临摹过兰庭序 其中 于世南和楚随良 临摹的兰庭序 被保存下来 被后人称为书法神品 那么从这个书法角度 我们去怎么去评判他 就是他之所以这种 就是艺术的这种光芒啊 可以说光芒四射了 王羲之他之所以会成为这么大的书法 来有这么高的成就 要离不开的一个人 就是他的老师 他的老师魏夫人 这也是东晋时期特别有名的书法家 他姓魏明硕 按道理呢 他是当时汝阳太守李聚的夫人 在咱们中国人的习惯来说 应该叫李夫人 一嫁个人就叫李卫 叫李卫氏了 但是由于他做出的在中国文化史上 做出的成就要比他老公要大 所以最后保持了实际上他的姓氏了 确实也有这个 就在男权社会里边 我想女人要有地位的话 实际上要真有贡献也有地位 为什么他的地位高 主要的就是因为他培养了书圣王心智 那么这位魏夫人有什么厉害的地方 能有这么大的贡献 魏夫人 她有一部书法理论集 叫比镇图 比墨 就写这个字的时候 就跟什么 跟排兵布镇一样 怎么才能够胜利 怎么会导致失败 其中有这么两点 一个就是他强调 在写字之前 要首先你的这个创作者 你这个书 书法家 你的这个意 首先要足了 意要在头了 你先气云贯通了 想明白了再落笔 所以就咱们现在也有 好多人临帖的时候 哎呀 甭管是魔呀 就是还是灵的话 有很多人是上了就先动笔 为什么有些人写书法的时候 学书法的时候进步快 有人是进步特慢 有人学了一年 怎么还没多大长进 因为他不读帖 读是什么 是心 现在心中产生一个物 是到底是什么样 你在下笔 实际上他强调这个 所以他被夫人在 讲过叫 一前 比后者上 意在头了 比在后边 这你就会写出来好的东西 意后 比前者败 意在后边 比在头了 还没想明白 您就动笔了 那肯定是失败的作品 刚才金老师也谈了 他实际上在 甚至有点喝膏肉的情况下了 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任何杂念了 在那写这个 其实等他写完了之后 他发现 怎么还有俩字忘了写了 你看 崇山峻岭 光写峻岭了 没写崇山 加上去的 所以他第二天 清醒了一些了之后 总觉得这是不完美 所以又重新写 再怎么写 都写不出来这个味儿了 虽然这个还稍微有一点 用它感觉上 还不是特别完美 但是再也写不出来 这种水平了 再也写不出来了 为什么呢 你后边第二天清醒了写 这实际已经是意在后边了 你不是在那写 是在复制昨天的东西 不是是在弄你心中的 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是他一个非常成功的地方 就是意在头 还有一个呢 就是在魏夫人的笔真图里面 讲究什么呢 讲究终合之美 讲究受尽与风鱼的统一 虽然魏晋时期 更多的还是更强调一些受尽 所以那个时候 那些佛的造像都是比较受骨清风的那种 但是也并不是越受越好的 他也要求要合理 也要和风鱼搭配在一起 所以他曾经讲过 善比例者多骨 你这骨有力量的 擅长 在这方面的 强的 善比例者多骨 骨头 不善比例者多肉 多骨 微肉者 为之金疏 骨的多 肉少 筋骨的筋 金疏 多肉微骨者 为之莫朱 猪 猪羊的猪 我们一提说猪 怎么着 胖 是这个样子 肥胖 没有力量 什么是金疏呢 金 我们讲 就是骨头和骨头连接的地方 叫寒忍之力 平常的时候显不出来 什么是显呢 多在转折之处见精神 你对于转折的时候 批剑出来 他这用处了 所以王羲之的字 好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 就是你看他那个转折之处 这个 储随良 有一个临本 冯正素 有一个模本 我们现在看 其实就比什么 其实就比崇山峻顶 这四个字就能比 为什么王羲之的字 虽然刚才静儿说了 是储随良的字 也很有特点 艺术水平也很高 但是他毕竟在中国书法史上跟王羲之还有一定的距离 那怎么比 就把这两个金刚比去 你看就知道了 高高在哪 就高在那转折的地方 所以那可能也是他的特点 储随良那地也可能是他的特点 但是他那特点可能还真比不上王羲之这方面的东西 还有一个讲究这种 在一种变化中求统一 在统一之中又有变化 在那里边出现了二十几个那只字 对 没重样 在这铁里边 这是很难 这是我们一般要功夫的 他绝不是刻意设计 我这二十七个设字 二十七个二只字 先弄一个设计图 我第一个怎么写 第二个怎么写 他是根据这个写到这儿了 比如上头这个字大 底下这个字小 我这个只字应该写成什么样 比如上头正好有一个那 我不能跟他重复 我这个只应该写成什么样 他是一种随机应变的自然流露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呢 艺术的最高境界应该是这种 就是比如说思想感情 他的个性 他的文化修养 和他的技法水平的一种完全自然的流露 这样呢 可以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拿中国的这个行书来说 天下第一行书 蓝亭讯 天下第二行书 颜真卿的记纸稿 那是一篇悲愤的记文 潦草极了 天下第三行书 是苏东坡的黄州寒实诗 也是被贬到黄州了 在那个心情下 鸡寒交迫的时候写的一个东西 所以呢 这个都是能见真性情的东西 都是当时无意求家而家的东西 所以呢 又是能够把技法发挥到极致的东西 没有功力 没有功力性 其实他是直接疏于自己的胸怀的 也是一个人的审美胸襟的一种体现 你看这篇文章里面他有一些挨挽的一些东西 一约约有一点挨挽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按我们的这种思考 像王熙之在那个时代 其实混得不错 是啊 那种非常像很潇洒的 他不是像咱们现在 说我要参加全国书法比赛 我要得头等奖 我这个写一百遍 越写越僵 结果是 所以人们欣赏王熙之什么 其实王熙之字里面也有人们对王熙之的欣赏 飘若游云 角落惊龙 这里面也能看出来 柔 刚 受尽 风鱼的那种感觉 更多的强大这种 五牛土为色色麻指本 纵20.8厘米 横139.8厘米 画面上 韩晃用简练的线条和娴熟的笔法描绘了五头各具神采的羹牛 五头牛各自独立有相互联系 有的低头食草 有的翘首长鸣 有的回首铁舌 有的缓步慢行 行神兼备 自然逼真 令人拍案 叫绝 我们想知道五牛图的作者是谁 他有着怎样的一种经历 五牛图的作者 是唐代的韩话 说起五牛图 我们应该说说唐代绘画的发展 实际上唐代绘画的发展是比以前前进很多 因为中国绘画到了唐代 它的画科都全了 我们所说的画科就是说绘画的题材种类 比如说人物 山水 花鸟 走兽 那么在唐代都发展得很好 这个走兽 是一个以前不太被人重视的画科 唐代出了很多大家 咱们老百姓比较熟悉的有两位 一个是韩干 一个是戴松 为什么呢 这俩一个画马 一个画牛 过去有成语 所谓马必韩干 牛必戴松 就是说他们画的最好 最有名 我们国宝档案 我记得呢 以前有一期 曾经做过这个戴松的斗牛图 是吧 这个还有一个挺有趣的故事 就是说戴松啊 以这个传世名作斗牛图啊 这个有一次被人拿出来展示 这个大家看那个都很佩服 结果呢 有一个小木桶说指出问题了 说这个牛啊 在争斗的时候 他都是夹着尾巴的 头上使劲 说这个画里的牛啊 怎么这个尾巴翘着 摇摇晃晃的 恐怕不对 这个就成为以后啊 品评这个画牛的 好像一个重要标准 我记得咱们的这个国宝档案 很有意思 这个打破砂锅问到底啊 说这个还要到实地去看一看牛是怎么打架的 结果这个一拍 还真拍着了 这个牛打架的时候也有摇着尾巴的 大概是想发威 所以我觉得那期节目我印象特别深刻 这个拍的特别有意思 所以呢 这个说牛一定夹着尾巴 这个不成立 也就是说呢 戴松画的斗牛图 还是很有客观依据的 戴松的话 现在就珍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里面 那么说起这个五牛图呢 他比戴松的那个斗牛图啊 又不一样了 因为他的作者韩晃 正是戴松的老师 可以说呢 技高一筹 这个老师比学生 当然学生可以发展 但是老师总是老师 我更喜欢五牛图 五牛图 他是韩晃传世的唯一一件作品 韩晃的关节很高 官至宰相 他的父亲就是宰相 他自己也曾经拜相 但是呢 他的艺术细胞是很丰富的 能画能书 还特别擅长于音律 又是个音乐家 所以他的艺术造诣很全面 五牛图呢 曾经注录于 北宋 徽宗皇帝的藏品目录吧 就是这个宣和画谱里面 是宣和内府所藏的 36件 韩画画之一 可惜啊 35件都没有传下来 只有这件五牛图 现在 真藏在我们北京故宫 这位韩晃啊 为什么要画这个五牛图呢 这个五牛图的利益啊 要是我看呢 还是赵孟甫解释的比较清楚 赵孟甫在上面提了三段拔嘛 有一段拔就专门说这个问题 说韩晃为什么要画五牛 那为什么要画五牛 跟咱们现在的理解不太一样 咱们现在可能觉得说牛 什么这个勤劳 武师 这个表现了一种好的 道德风尚 也不是 它是这样 古代啊 原来有一个典故 说是梁武帝的时候 梁武帝 想请一个著名的隐士 陶红景 出来做官 陶红景不好答复 就给梁武帝画了一张画 就是两头牛 一头牛呢 头上带着这个金落脑 金的饺子 姜上 在那被束缚着 那头牛呢 是悠闲的放牧于水草之间 皇帝一看明白了 他不想当官 他还想当他的隐士 所以也就没有强求他 那么呢 实际上 这个寒晃的五牛图 是把这个陶红景的双牛图 给加以隐身了 您看他上面 就是最左边那头牛 是带着鼻环 带着缰绳的 那个牛的眼神 有点沉重和郁闷 那么其他的四头牛呢 有的在奔走 有的在欢叫 最舒服的一头 他是在这个吉利壳子上蹭痒痒 都显得很高兴 很轻松 所以呢 赵孟府说呢 韩话可能也是表现这样一种 所谓文人的隐异情节 中国文人是有这种情节的 不管你在朝还是在野 就是外国人经常问我这个问题 说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老画山水画呢 有一座山 山下有一个茅屋 茅屋里做个老头在看书 大家都画这个有什么意思呢 我说这有意思 隐世画这个 说明他不想出山 宰相画这个 说明他想回归自然 官不管 不管坐的多大 铁打的银盘流水的兵 最后总是要退休的 要归与山林 这就是中国文人的精神家园 那么呢 韩话 他用牛的方式 来表现中国文人的这个精神家园 我觉得呢 在这点上也是很高明的 很有意思 相传有一次 许多画家朋友相聚一堂 大家问韩晃 为什么偏爱牛呢 韩晃不急不缓地拿出自己的新作 五牛图展示在众人面前 说道 羹牛是田间劳动的主力 是农家之宝 画牛要细细观察 还要体会到牛的品格 的确 韩晃把对羹牛的满腔感情 融入彼端 五牛图画得更是栩栩如生 极为传神 那么这个五牛图这个笔画风格 它有什么样的一种 让人感觉到非常震撼的地方 据有关资料记载 其实是韩晃拿手的 可能还不是动物画的 但是他那些没传下 就是在宣和画谷里边 给他归的 您刚才那 实际上归的是人物们 那就是说 实际上他的人物画的好 当然现在没有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 是画了五只牛 但是不代表着说 这里边没有他借 或者说把对人物的这些的理解 也画到这个动物里面 他是借这个五只牛 在那谈他自己的这种理解的东西 人生感受 对对对 他的人生感受 他心中生成的这种东西 这种形象 所以为什么在那 实际上你有眼睛里是出不了那种眼神了 是人的眼神 我们在欣赏艺术作品的时候 实际上也有这种感受 凡是能够打动你的 实际上都是我们人类的这种关怀的东西 如果从造型上来说 韩晃的五牛图 他的用笔很精道 叫厚 浊 粗 辣 厚 厚重 也可以理解什么 也理解为 它有一种层次感 所以有人感觉到 咱们中国不讲的像西方那种造型 是通过光感来塑造这种立体 咱们中国不是这样子的 但是它通过它一种特殊的这种用笔 让你感觉出来了有一些立体感 拙 用笔拙 拙是什么 体现出了力量感 毕竟牛给人的这种印象还是要能够负重 甭管这些有没有后来我们理解的 把我们人类的一些理想赋予到牛身上 但是它毕竟属于什么 它是要有力量感的这种 要表现这种东西 厚 浊 还有什么 粗 粗 用笔很粗 矿 粗矿 再有就是老辣 老辣是不经意之间就化成了这样的立作 五只牛 形态各异 非常的生动 确确实实让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大自然造物 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生活的乐趣 后来大诗人陆游曾经看过这张画 他就谈 说看了寒晃的五牛图 寒晃的五牛图 就想什么呢 都不想再朝围观了 就想辞观到田园中生活去 你可想而知这幅作品的艺术美丽 福西女娲图麻布画 画中画了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福西和女娲 并且是交合在一起的形象 这幅画的上半部是两人的上半身 左边是女娲 高耸的发肌 细长的眉毛 眼中的神情透露出女娲的闲境 右手直规高举头上 左手搭住福西的肩膀 画的右边是福西 他带着方巾 方巾上插着一只形似满宫的簪子 福西右手揽着女娲的肩 左手直举举在头上 用食指与女娲对指着 画中福西女娲穿着红色的对筋香边花上衣 直到腰部两体相连 合穿一条裙子 裙居之下则是两条粗硕丰满 相互盘绕的蛇身 女娲和福西是两个什么样的神话人物 福西呢 女娲 她是咱们中国的 应该是中华民族的 叫先祖吧 咱们这么说这也不是实际上是传说中国了 福西这个女娲 我们管说女娲娘娘 为什么 因为她造人 最早的时候传说她是按照自己这个样子用黄土捏成的人 所以捏成了很多人在教这些人如何生活 如何繁衍往下 突然间有一天天神打起来了 一下把天庭支着天庭的柱子也给弄折了 天空就崩裂了 这个时候女娲又开始为了让她造的这些人免受这种天灾 这个时候她叫炼食补天 由于她太累了 后来她就倒下了 就化成了中华卧土 这就是你关于女娲的这个传说 福西的传说也很多 你比如说福西 福西教人 劫王补 是看什么呢 看上了 她旁边有的这种蜘蛛网 联想起来之后 这个去人类社会早期的时候 刚才说的是竹水草而生的 鱼对人的生活非常重要 生产力水平低 可能只有是抓着鱼最方便 所以当然这首要 你怎么才能补得多 我们的福西 教人劫王补鱼 还有一个 我们曾经讲到过的 在先秦标志着中华民族 思维模式形成的 标志中华民族 文化哲学体系形成的一本重要典籍 就周易 周易的里面就有八卦图 八卦图有两种 一个叫福西八卦 一个是文王八卦 福西八卦传说就是福西有一天 站在一个台子上 听八方乐声 观察什么呢 观察一个白色的乌龟背 这么创造出来的八卦图 所以关于这些呢 实际上都是在指导我们的生活的 这是我们的这种 原始的这种 早期祖先他的这种传说 至于说他们手里拿的规格局 实际上是指的是什么呢 是天地 天地方圆 实际上后来我在想 也有我们现代的这个意义 让我们一个是讲 我们要活在这个天地上 天地人 其实还有一个 是如何活在天地上 福西女娲图中的线条 类似工笔描法 血域与血石相结合 福西女娲两人双肩上 载着太阳 双尾下含着月亮 身后左右 宇宙茫茫 星汉闪闪 这幅图的这个美学特点 在什么地方 这个阿斯塔纳出土的这些 卷画和这个麻布画 实际上在中国美术史上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呢 因为您知道 这个中国有句古画 说纸售千年卷八百 所以纸卷的这个传世的时候呢 它的生命力是很有限的 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 可以确证无疑是真唐画的东西 真正唐人的绘画 那是少之又少 很多都是宋人的 名人的魔本 林本 是吧 真正像五牛图那样 能够确认是寒晃真迹的 那是凤毛麟角 所以呢 我们要想看到唐人的真迹 那阿斯塔纳出土的这一批东西 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我注意到 就是咱们中国美术全集的绘画卷里面 这个阿斯塔纳的这批这个画啊 几乎占了很大篇幅 就说明啊 哎 要研究唐代美术 这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那么他里边的这个 人物 无论从这个形态 服饰 他的色色鲜艳 这个 神态的生动来说呢 都反映了当时的绘画水平 尽管这还不是中原最高级的画家啊 像吴道子他们的水平 嗯 但是你可以想象 就是在地处西垂的那样的偏远地区 民间的画师 画在随葬品上的画已经是这样了 那么唐代的绘画是多么伟大 可见西域和中原自古以来 就是互相交融的意思 我们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